这么大狗鱼啊 这都是活的线抛的是吧 这个得几斤呢 这么大 七斤多 这肉看的真新鲜 像这种呢 就是已经清理完的了 你看把它的内脏啊 都给拿出去了 这是一条大狗鱼啊 刚才姐说七斤多呢 而且都是新抛的这种了呀 看 看这个鱼皮真厚实啊 这边呢 晒的都是鱼皮子啊 都是这几天活鱼线扒的 而且你看这儿 这个呢就是马哈鱼啊 也是新扒的 把它的内脏啊 都给去掉了 都是自然晒干的 像这种呢 就是给它晒成鱼杆啊 也叫鱼皮子 像这边呢 就是狗鱼了 有大有小 这个这边就比较小一些 没有刚才那个狗鱼大 这都是早上新整的 看 水还在滴呢 这都是新鲜线扒的 哇塞 哎呀这么一看真漂亮啊 真好看 这边就比较大一些 比刚才那的 你看它的肉特别的细腻 而且也特别的白那种 看背面 整的真干净啊 用签的都得穿上哈 穿上板着 哦这样板着吧 嗯 哦 还整的是挺好 然后钩子一勾 嗯 完事 哈哈一挂 哈哈 这样得晒几天呢 你晒了三四天吧 哦得三四天呢 不好晒哈 对 不好晒一点 要是中午阳光出来 还能好一些哈 现在阳光好 对因为天冷了 刚才问了这个姐姐啊 就是说太远的地方呢 南方那边还有比较远的 还是忧不了 因为天气还是那边太热了 虽然我们这边冷了 但是到你们那边是不行的 像这个鱼披子啊 它都是这种缩风的 直接就发走的 晒个大概四五天 嗯 半干的状态就可以忧走了 这样吃的时候 回家口感特别的好吃 用锅一蒸啊 或者一煎 就是味道可好可好的了 所以还得等一段时间 现在天气还是太热 在我们东北这边 感觉挺冷的 你看我现在都穿羽绒服了 但是在南方的朋友 还是不行的 哈哈 有点天地之差呀 因为气温差的太多了 这个呢 就是装鱼披子的 你看 就这一大条 就一个大 一大条得 三斤多 四斤多 还有二斤多的 就是大小都有 这都是现场的大 直接往里一装 就完事了 在我们这边呢 往后这个季节啊 天天就是鱼披子了 马哈鱼披子 狗鱼披子 基本都是从江里 现打出来的 是活鱼 现巴的这种 因为我们东北 这边比较冷了 所以把鱼皮的 塞成肝之后呢 也好储存 这样留着过年的时候 送朋友啊 送亲近呢 也特别的好看 主要吃的味道 也特别的好 像这种大的呢 这个就得三斤左右啊 你看 这个肉哈 马哈鱼皮的肉 它是发红的 也特别的细腻 而且你看它的外表 这一条大鱼 哇塞 这个呢 就得四斤 就比刚才那个还要大 这晒的 特别特别的好 哎哟 看它的背面 鱼头 鱼尾 全都有 只是把它这个内脏啊 给它掏出去了 这样晒干的程度呢 也是特别的好 自然晒干的 它不是红的 就在阳光上 自然晒干 这样的味道呢 也是相当不错的了 这里边养的是大鲤鱼 你看 这边呢 就是奥花 三花五罗十八子嘛 在我们这边特别出名啊 这都是浆鱼 这边 这是嘎牙子牛尾巴呀 哦 这是嘎牙子 那个是鲫鱼 这个就是大狗鱼了 这都是今早打来的吧 哦 也像这个马哈鱼 都是浆的是吧 狗鱼也是啊 就是 线打上来完之后 直接线扒的吧 对 哦 但是看这肉是真好哈 嗯 嗯 肉可好了 嗯 对对 一丑都特别细腻 而且特别鲜 它不是那种沉的 一丑都不一样 煎炸蒸都行 对 煎炸蒸都行 这也是我的最爱 像我家愿意吃炸和煎的 对 炸和煎好吃 是吧 我去年给我姑姑他们买了两条 他们都说可好吃了 嗯 看这大鱼 哎 真好 不过你晒的干净 我家晒的干净了 刷后一遍 对 晒的干净一点 不说血后拉的不像样 对对 干净 就是丑的特别有食欲那种 真好 整的真干净 像这样呢 还是没晒到时候 你看 摸的 外边一层 刚刚有一点点硬状 但是里边还是不行 还得晒几天 这可能刚晒了一天 应该是昨天整的 刚刚有一点点绷皮 还得再晒一晒 这时候晒东西是最好的时候了 秋天嘛 阳光足 而且风也硬 最主要苍蝇啥都没有 就特别的干净 对 没有苍蝇 就这时候晒是最好最好 夏天不敢晒 夏天不行 夏天苍蝇多 看这个大狗鱼大不大 这个不理七八斤呢 好像不止七八斤 这十斤 哎呀 好大呀 这还有个大边缝呢 这个特别特别的大 这要晒成鱼里的老代季了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叫饶河县 所以离乌苏里江特别近 我们这就属于是俄罗斯边境嘛 所以这边的江鱼 也特别比较丰富的 尤其就是开江了那时候 那鱼真是贼香 啥鱼都有 三花五六十八子 什么都有 特别特别的钱 晒得太好了 这又是一家 你看 好多呀 整的也非常的干净啊 这个鱼也特别特别的大呀 都是马哈鱼坯子啊 你看 这个应该是早上刚整的 而且还有水珠呢 不那么干 看 还滴的水呢 这就是指定早上刚开的 这些马哈鱼呢 都是从江里线打出来的 活的 直接把内脏去掉了 给它晒成干的 刚才那个姐姐说了啊 就这时候晒的时候 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秋后了 没有苍蝇了 而且风也硬 阳光也逐 晒的时候 晒鱼干 就耍这个时候 是最好最好的时候 夏天不行 夏天苍蝇太多了 如果有朋友 没来到我们饶河县的 你们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来溜达溜达啊 看看我们这边的乌苏里江 我们这边最出名的 就是乌苏里江 所以以江鱼为主 所以大家来的时候 可以尝尝我们这边的江鱼啊 尤其就开春的时候 开江的时候 是最好的时候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给我留个关注吧 拜拜